欢迎两位 大学同学是吗 同校 不同班 你说结婚很快就怀孕了是吧 是的 之后你就不工作了是吧 对 今年宝宝几岁了 三岁班了 男宝女宝 男孩子 从妈妈开始怀孕 怀宝宝 两个人的情感就开始不太好了 是不是 是的 好 谁先说 她没事就总是围着我吵嘛 她的事实里可能就只有她的孩子和我了 然后我工作又忙 然后她就总是抱怨嘛 你觉得都是我的问题是吧 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 又辛苦 你又不理解我 回来一句话也不愿意和我说 我就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们 其实不是这样的 怎么就不是这样了 确实我工作升职了以后嘛 越来越忙 早上七八点钟出去 有时候晚上又到十二点钟 到家之后就确实也很累 上不上一躺 其实也是想陪他们 但是我怎么想的呢 到家先躺半个小时吧 我先休息半个小时 但是我一躺下去 他就肺子把我拉起来 所以在男生这儿还觉得自己委屈呢 是吧 孩子 父亲也很中央啊 对吧 你一回来吃了饭 然后就躺 往沙发上面一躺 玩手机 全程就不管不顾我们两个 我从生下午并不是在玩手机 做销售嘛 有时候客户找你 真的是不分时间地找你 没办法 有的时候回一下消息 回个电话 我觉得你宁愿出去玩也不愿意在家陪我们 因为有一个事情你知道吧 就是他说今天晚上可能要回来得晚一点 要应酬 我就说你十二点钟就回来 他说尽量吧 但是呢当时他就玩到将近两三点钟才回来的 没过几天我就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那天晚上是去酒吧泡吧去了 然后还吃夜宵 全程都是他买的单 那一晚上他就花了两三千块钱 我觉得他就是宁愿出去陪同学玩或者以各种借口说去陪客户吃饭 我觉得他就是不想回来陪我和我儿子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他刚刚说请朋友出去泡吧 我其实心里并不是那么想去 没办法 我是坐二手车的 有两个同学他想换车 就有两台车会要卖给我 然后我还可以卖两台车出去 就会有四个单成交 当天晚上正好到了我店里 聊起来 然后说好久没出去聚一下了 就出去玩一下 你就想出去玩吗 然后的话我老婆比较小气一点 他也可能担心 现在变成我的问题了 真的是搞笑 我就没跟他讲实话 我就说跟客户吃饭去了 但是后来他又被他知道了 所以我跟你说这事 不用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解释和争辩了吗 咱们再说其他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其他的问题的话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他不停地找我吵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是想把家里的财政权 掌握在他手上 那你们家现在的财是谁管 现在是我管 我一定要管 因为我没安全感呀 其实之前是这样子的 之前我们感情都是一直都挺好的 我虽然是拿一份死工资吧 但是我们两个人加起来 也有一万多块钱一个月 然后的话就凭自己的努力 买了房子 买了车子 搞了装修 结婚也都是自己操办的 基本上没找家里要什么东西 当时日子都过得还算滋润吧 后来怀小孩之后 他就有先到流产 就不能去上班了 在家里好好休息嘛 然后他就加了宝妈裙 每天就拿着手机 站在那裙里面就跟别人聊天嘛 宝妈裙还能干点什么呢 就是研究买这个买那个 怎么就不能干嘛了 可以了解小孩子啊 就喜欢跟别人攀一笔买东西 小孩子都不知道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就恨不得把男孩子女孩子东西都买齐了 婴儿车 他一买就要买个三千多的婴儿车 当时来说的话 他已经辞职在家里休息了 剩下我一个人 然后要还着房贷 还车贷 生活还要开销 小孩子出生还准备很多钱是吧 那你赚了钱不就是给我们 三千块钱我就真的觉得 没什么很大的必要嘛 明白了 男生是说他花钱大手大脚 你不放心他 所以钱是你管的 是这意思吧 是的 是的 直接说不就得了吗 不止一个婴儿车的问题 还一个小婴儿床 因为我听朋友他们都说 说这种婴儿床确实没用 又花了一两千块钱把它买回来 一直到现在那个床放到那里 一直都还没有用过 那第一次当妈妈 那肯定很多东西也不怎么熟悉不 那觉得肯定都想把 最好的 所有的都买齐嘛 对吧 没生孩子之前谁管钱 他管 那那个时候你怎么放心 他管钱的呢 因为我们有房贷车贷 装修也是贷款 然后还还信用卡 就很多账单 他机型又不是那么好 型比较大一点 我就怕他弄得好嘛 还是你不信任我吗 其实也并不是没给他管过 我就给他管了一个月 管了一个月 结果那一个月 你看他什么情况了 车贷忘记还了 装修贷款忘记还了 那我不都说是个意外了吗 搞得我的余期了 这个真心记录 现在是很重要的嘛 搞得我都遇期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管钱 之前又没管过 知道吗 所以也不是很熟悉 就好像你去上班一样的 那老板还会给 三个月试用期给你呢 现在是不是把钱给你管了 其他问题你都不管了 说吧 有些要管的 肯定还是要管不 我要买什么东西啊 他就总是让你 啰里巴索 钱买贵了 怎么怎么样 所以你看一个人在家里带娃 是吧 然后呢 想买什么东西又买不了 老公这个人又天天见不着 要不然见点钱也行 啥都没有 你说谁愿意 是不是 是啊 傻 你是说你傻呀 对啊 你要想嘛 工资卡什么都在他手上 发了工资都是他拿着嘛 你发了多少我也不知道 知道了 孩子三岁半了是吧 对 应该可以上幼儿园了对吧 9月1号 这付出工作好了 他就是不想出去 因为我也有几年没上班了 知道吗 可能也没底气吧 还有点害怕 对啊 重新面对 而且主要是我儿子 因为本身就是我一个人带的 他上幼儿园肯定我多多少少 肯定还是会担心的 因为他毕竟上班很忙 他又没时间管孩子 那你说我去上班 那谁来管孩子 他可能刚开始路员的时候 他可能会不适应对吧 是是是 也会有生病 对对对 感冒 这些情况你想到了吗 对 这些问题你解答一下 我就是觉得他还是应该 就要去上班 不是 你解答一下 他刚才那些问题 解决一下那些问题 就是上班之后谁送 我送嘛 谁接 肯定是我送 谁送 我送嘛 谁接 我接嘛 OK